只無止自無辦法的國會 難保第二次 三一八運動不會再結局 我覺得 柯總召啊 你真的瘋了 你真的瘋了 I'm watching you 真的生氣 讓國民黨團總召傅坤奇 連喊四次 因為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說 立院比起十年前 學運還要更危險 雙方當面辯論 誰都不想讓 柯總召啊 你清醒一下 沒有的話 我待會兒幫你送醫院 治療一下 到今天為止 你要想佔領立法院 門都沒有啦 你這個北區 這個任何人生攻擊 我是跟你講說 應該四可而止 來於黨邊輪番嗆聲 但民進黨拉回主戰場 因為要憑審查 所提的立法院組織法案 但又因為是否要 實質審查 醜成一團 要打球 國民黨沒想理你 同樣戲碼 在四天前也上演 當時國民黨提散會動議 但招委眾嘉賓宣布休息 人就不見 身影三小時 這回情節再來一遍 傅坤其坐鎮 再提散會動議 給嘛 沒線嘛 還去叫不叫 好 反對者 這六人 戰爭的六人 請放下 反對者請舉手 進入表決大戰 黃國昌沒投票 坐在對面的柯建民開栓 黃國昌這氣真的吞不下 雙方引發口叫 最終開會七至八分鐘就散會 民進黨版本沒審到半條 但眼看國民黨的國會改革版本 在一週前以全案送出委員會 這也讓民進黨不得不加速 黨團協商或是朝野協商的時候 都可以提出來 大家一起好好討論 藍綠白大黨編作證拼改革 朝野怎麼過招 還有得喬 TVBS新聞投入俊年宣 台北藏報道